人们常说要选一个黄道吉日 其实黄道就是人们站在地球上观看太阳一年走过的轨迹 是以地球为参照物而假象出来的一个大圆圈 一圈为360度代表365天 在黄道经过吉星的时候 所对应的日子就是黄道吉日 当黄道经过不好的星时 对应的日子就是黑道日 有时候一年都是不好的 比如说寡妇年 孤兰年等 民间认为在这些年份中是不适合结婚的 但是在不好的年份也会有好的日子 比如有句老话说 男逢天赦不用愁 女逢天赦百事顺 到底什么是天赦呢 天赦也就是天赦日 顾名思义就是上天赦免人间的日子 也就是天地合得之日 意思就是在天赦日是百事顺 诸事宜 像结婚嫁娶都是比较合适的 当然人出生在这样的日子里也是很好的 在八字之中 天赦是四柱神煞之一 代表着逢凶化吉 不论哪一局中出现天赦 都是很不错的 比如天赦出现在命局 代表着遇到事情可以化险为夷 就算有罪也可以获得赦免 在风水命理学中 每个人的命运都深受出生时辰 生效以及周遭环境的微妙影响 特别是生效属虎 且出生于农历六月 十一月 二月或四月的你 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8月12号起 将迎来一段极为罕见 且充满繁荣的运势 这一转变的奥秘 深藏于天干地支的智慧之中 天干地支 这一古老而独特的计时系统 融合了十个天干与十二地支 交织成六十个独特的组合 每六十年循环一次 每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 都对应着特定的天干地支组合 这些组合不仅塑造了个人的性格 情感与健康 更深刻影响着个人的运势轨迹 因此 让我们一同探寻这神秘的天干地支 感受它们如何悄然影响着我们的命运 并期待在2024年8月12号 生肖虎的你能够把握着难得的机遇 迎接大望运势的到来 对于生肖虎的朋友们而言 2024年堪称独具一格的年份 特别是那熠熠生辉的8月12日 这一日的天干地支组合 恰似为你们量身定制的幸运服 这一天里 甲木在似火的孕育下 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而以木作为甲木的延续 预示着事业与运势将持续蓬勃向上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四个地支与生肖虎完美契合 这样的天干地支相辅相成 宛如一幅充满吉祥的命理图景 在这特殊的日子 宇宙之力将倾注于生肖虎的你们 带来前所未有的好运与机遇 遵循五行相生的规律 木筑火势 预示着生肖虎在事业和财运上 将迎来飞跃性的提升 而火又滋养土壤 预示着稳固与收获 象征着意外之财 可能悄然降临 让你一夜之间实现财富飞跃 甚至命中的大奖 也非遥不可及 因此 2024年8月12日 对于生肖虎而言 无疑是开启好运 财富如朝永来的绝佳契机 这一天 建议你可以果断做出 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的决策或投资 如购买彩票 参与投资项目等 但请记住 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感恩之心 积极面对每一个生活机遇 在天干地支的和谐交织下 这一天 对于特定月份出生的生肖虎而言 将是一个运势旺盛 可能迎来人生蜕变的黄金时刻 在命理学的指引下 把握这一机遇 未来必将满载而归 依据中国古老而深邃的风水命理学 生肖虎的朋友们将在2024年8月12日迎来一个极为罕见的吉祥时刻 此刻 五行八卦与星象的运行相互交织 天干地支与属猴人的命功完美契合 共同孕育出一股清晰而磅礴的财富能量 特别是农历十月 一月 三月出生的属猴人 将在这一天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好运 甚至可能迎来一次巨大的财富飞跃 从五行视角深入解析 2024年 对于属猴之人 木火之气尤为旺盛 木能生火 而火则象征着财富的繁荣与增长 对属猴人来说 这种自然界的旺盛能量将极大的促进运势的攀升 尤其在财富累积方面展现出直接且显著的正面影响 进一步根据八卦与星象的对应 2024年8月12日正受前卦之天的影响 前卦象征着无尽的动力与潜力 他在星象学中与木星紧密相连 木星作为财富与幸运的象征 将为属猴之人带来强烈的光辉 在此日 属猴者将沐浴在木星的恩责之中 财富与好运自然接踵而至 再从天干地支的角度来看 2024年为贾臣年 贾木天干与属猴人的命宫金元素相得益彰 预示着财富的增长与好运的降临 而尘土则给予属猴者稳固的根基 确保这份好运得以长久持续 此外 从十二宫位的视角分析 属猴者在这个特殊时期 将处于财伯宫的庇佑之下 财伯宫象征着个人的财富与物质享受 因此 这段时间内财运格外旺盛 属猴者亦得财富增长 甚至是意外的财富收获 综上所述 生于农历十月、一月、三月的属猴者 在2024年8月12日 将迎来一个极为吉利的时刻 结合五行八卦、星象、命宫、天干地支 以及十二宫位的综合解析 这一天 他们的财运将达到巅峰 意外之财的机遇大增 甚至有望掌获大奖 因此 属猴的朋友们 在此期间应被加警觉 细心捕捉身边涌现的良机 珍惜这份难得的幸运 积极行动 紧握命运赐予的财富与机遇 让美好未来触手可及 深入剖析 中国古老风水命理学 与五行理论的教会 我们得以洞察 生肖马在2024年8月12日的运势奥秘 生肖马以南方火元素为主导 而2024年 甲晨年则展现出甲木对土的克制 以及尘土对金的滋养 交织成一个错综复杂的 相生相克网络 然而 按照农历鼠舌月 舌同样以火元素为象征 与生肖马火式相融 形成五行中火火相生的盛景 火在此象征热情 动力与财富 当火元素得以强化 预示着生肖马之人 将在这个月份迎来非凡的运势 财富累积尤为显著 火的能量将点亮生肖马的生命之光 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与潜能 特别是在事业领域 将迎来意想不到的转机 财运亦将如日中天 此外 2024年的天干甲木为羊木 地支尘土中 蕴藏着尸土 尸土能生金 寓意着财富的滋生 甲木生火 火热之下 尸土中的金更易被发掘 这预示着生肖马在这段时间内 无论涉足哪个行业 都能发现属于自己的财富之路 特别是在投资 创业 科技和艺术领域 机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经过八字命理的精细解读 我们得知出生于农历九月 一月 八月 六月 七月 五月的生肖马 在2024年农历七月将迎来陆神与财星的双重眷顾 降临其命宫之中 陆神贵人将助力其事业上的心情耕耘 使之化为可观的回报 而财星的加持更是加速了财富的积累 加之荡月火元素的旺盛 共同促成了收入与财富的空前繁荣 据此 结合五行与天干地支的深刻洞察 2024年8月12日将成为生肖马人士极为难得的大吉之日 这一天 无论是策划财富布局 投资彩票 还是决定事业的重要动向 都极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丰厚收益 然而 亦需谨记 或是虽旺 亦需防范过旺带来的潜在风险 行事时务必保持平衡 避免冒进 总体而言 生肖马的朋友们将在2024年农历七月迎来事业与财运的黄金时期 有望在这一阶段实现事业与生活的双重飞跃 绽放出绚烂的光芒 因此 务必紧握此刻的机遇 果敢行动 让财富迅速累积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大奖的降临 亦尽在咫尺 在古老而深邃的风水命理学中 五行八卦 星象命宫 天干地支 及十二宫位等元素 宛如宇宙间万物的纽带 揭示了他们之间的和谐共生 与制约关系 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 不仅映射出万物间的相互关联 更能够影响和预测一个人的命运轨迹 健康状况 财富积累 及运势起伏 对于生肖猪 且出生于农历六月 一月 四月 十一月的人来说 2024年8月12日 注定是生命中的一大重要转折 从天干地支 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立法系统来看 每个时刻的天干地支组合 都承载着特定的寓意与能量 在2024年8月12日这一天 生肖猪的人将遭遇一个极为吉祥的天干地支配置 假成年 假木象征生机与希望 尘土则寓意着权威与财富 尤其对于特定农历 月份出生的生肖猪 这一相生相辅的态势更是如虎添翼 当天干地支与生肖形成三合、陆合或贵人星交汇时 这无疑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完美融合的象征 预示着转运与成功的到来 从天干地支的精细解析中 我们洞察到2024年8月12日 人水滋养尘土 而尘土又滋养木 形成了一种生活中完美的循环与生长 对于生肖猪的朋友们 这一天星辰之位尤其吉祥 预示着他们在财运、事业、健康等多方面 都将迎来显著的提升 特别是在财运方面 人水象征着流动不息的财富 而尘土则有聚宝盆之寓意 两者的结合预示着财富的汇聚与持续增长 因此 生肖猪的朋友在这一天极有可能收获意想不到的巨大财富 甚至遭遇横财之喜 根据《风水命理》中的流年吉凶分析 生肖猪在2024年的整体运势已显露出明显的上扬趋势 而具体到8月12日这一天 对于不懈努力的生肖猪人来说 这无疑是收获的季节 无论是职场上的辛勤耕耘 还是投资领域的智慧布局 都将有望获得丰厚的回报 尤其是中大奖或获得意外之财的机会将大大增加 综上所述 对于农历六月、一月、四月、十一月出生的生肖猪而言 2024年8月12日无疑将捐刻为他们生命中的璀璨吉日 这一天天干地支的巧妙组合 五行间的和谐相生 以及特定节日的加持 共同铸就了他们生命中的重大转折点 在这一天 他们将迎来个人财富的飞跃时增长 事业上的新天章也将徐徐展开 健康方面亦有可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因此 他们应当紧握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 勇往直前 乘风破浪 必将书写出属于自己的辉煌天章 在风水命理学中 每个人的命运轨迹 都与其独特的生辰八字紧密相连 而生肖与五行 天干地支等古老智慧的交融 更是为我们揭示了人生的吉凶祸福之秘 对于生肖蛇 尤其是那些在农历六月 四月 九月 一月诞生的人而言 2024年8月12日 这一特殊的日子 无疑将成为他们命运中的一个吉祥 且充满转折的里程碑 今天就让我们从五行的角度 探讨这一时期生肖蛇人的运势奥秘 首先 五行理论皆是 世间万物皆源于金 木 水 火 土五行 人的命运 亦遵循此理 古籍记载 生肖蛇以火为其主导属性 象征智慧 灵敏与变化 而2024年作为甲五年 甲为木 五则蕴含火 木火相生 预示着生肖蛇的本命五行 将在此年得到显著滋养与强化 农历七月之际 夏季之鱼火 与蛇之本命火相辅相成 构成五行相生的繁荣景象 从天干地支的视角分析 2024年 天干甲与地支五 形成甲五年 对于生肖蛇而言 天干地支的和谐相生 为其运势带来显著助力 此时 宇宙能量的流动为生肖蛇的人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运 与运势提升 特别是农历六月 四月 九月 一月出生的蛇 其五行属性与甲五年相契合 使得这一时期的运势更显耀眼 对于生肖蛇的人来说 2024年8月12日 堪称能量汇聚的巅峰时刻 这一天 天地支气和谐交融 五行相生的力量尤为显著 为生肖蛇的人 带来财运的汹涌澎湃 无论是涉足投资创业 还是角逐竞赛舞台 他们都将在这一天 拥有极高的成功几率 乃至可能实现财富飞跃 赢得梦寐以求的大奖 因此 对于即将迎来这一天的生肖蛇人而言 这无疑是天势地利人和的黄金时期 在这一天 五行相生的助力将让运势如虹 天干地支的吉佩 更将助力他们事事顺利 成就非凡 在这黄金时期 生肖蛇的人应敏锐捕捉机遇 积极付诸行动 财运自然亨通 更有望在事业与生活的各领域 实现突破性的飞跃 然而 除了外在的天时地利 个人的勤奋与智慧更是成功的关键 因此 面对即将到来的好运 生肖蛇的人应保持谦逊 不懈努力 以最佳状态迎接挑战 牢牢把握这稍纵即逝的宝贵时机 在风水命里的深邃智慧中 生肖蛇的朋友们 特别是农历四月 三月 七月 六月 八月 及九月出生的 二零二四年八月十二日 将成为他们人生中的璀璨星辰 这一天 他们将迎来极为显著的疾运 这一好运 不仅源于五行间的和谐共舞 与天干地支的相生相克之精妙 更受到宇宙能量和星象位置的强大家持 深入探寻这一疾运的源头 天干地支的奥秘不容忽视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天干地支不仅象征着时间的流转 更蕴含着宇宙间能量流动的玄妙 对于生肖鼠的人而言 2024年的天干地支排列 无疑为他们揭示了前所未有的好运密码 具体而言 2024年甲晨年中 天干甲木与生肖鼠的固有水元素相得益彰 形成声望之势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在生水 这一循环完美闭合 最终强化了生肖鼠的有力水元素 构成一个生生不息的五行声望循环 深入解析 甲木正直圣石 象征生机勃勃与无限活力 预示着生肖鼠在2024年 将迎来崭新的发展机遇 而尘土则赋予生肖鼠稳固与丰饶的特质 预示着他们不仅能保持当前佳境 更将不断积累新的财富 开启更加辉煌的篇章 2024年作为润月年 其独特的月份布局 让天干地支的能量流动更趋和谐 这一年 天干地支的配合达到了顶峰 对生肖鼠的朋友而言 无疑是个喜大普奔的喜讯 特别是在八月十二日这一天 天干地支的能量转换将达到关键节点 生肖鼠的财运 事业运和人际运都将达到巅峰 特别是出生于农历四月 三月 七月 六月 八月 及九月的生肖鼠人 他们的八字 与2024年的天干地支格局高度契合 这种高度的契合将助力他们更为顺利地吸引正能量 化解负能量 从而迎来巨大的财富和成功 综合天干地支的分析 这部分生肖鼠人将在2024年8月12日迎来一个运势的巅峰时刻 他们极有可能一夜报复 甚至重得大奖 因此 建议生肖鼠的朋友们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 积极拥抱变化 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好运 让自己的生活在这场大运中达到全新的高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